大家好,我叫KC 近期我參加了一個campaign 21天快樂是可以自己給自己的 那為什麼是21天呢? 當你一個行為和一個思想 連續21天持續這樣做 它就會養成你的習慣 21天快樂是自己給自己的 這樣很多人都會跟你share博士的dot 就是正能量的share 今天我做個twist 怎樣解決你的問題 去迎接你的快樂 我經常都看到的 在報道上 朋友們都會說 我欠這些錢 又欠這些錢 又欠 credit card 又不夠錢 接下來會有很多人會 會欠卡數 欠卡數 供不起樓 那這些叫什麼呢? 這些叫債務 很多人去到債務的時候 會將債務無限放大 其實我們不應該去放大債務 我們應該去放大業務 我們將業務做好你 就是將自己的事做好你 才可以去解決你的債務 有很多人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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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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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就不是債務 想到就會解決了 還想甚麼 這輩子很煩呀很煩呀 很大壓力呀 要有很多債要還 這裡要欠錢那邊欠錢 找朋友來喝酒先 喝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喝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話 去就不是問題了 不是的話便有 我們不一樣 其實我們不一樣這首歌 真的給夜場喝酒的人唱 因為他們每次都遇到一些人 死,抱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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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改變的 所以他們第一句說 我們不一樣 接下來是什麼呢? 微妝人都要用不同的經語 就是異著是什麼呢? 他想表達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個人都有問題的 你不要一直說說說你問題 我出來喝酒而已 接下去唱什麼? 我們在這裡,在這裡等你 這意思呢 你成功了 或者我們高峰見 夜場見 在高峰等你 在夜場等你 接下去再唱什麼呢? 他用不同的方式 stop你再說 雖然會經歷不同的事情 雖然會經歷不同的事情 即是說再跟你說一次 你不要再抱怨 我講得很明白了 如果你就是對你的債務 解決不了你還一直抱怨的話 他就最後補多一句這句句 這句好絕 我們都希望來生還能相遇 你要很明白這個概念 債務是怎樣的 債務是因為你值得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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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是看到你有能力還錢 才借錢給你 credit card 稅用卡 是知道你有能力 去給這句錢 才再借給你 暫時借給你用 這樣試問 如果你朋友難道 沒有做工 你敢不敢借錢給他? 如果你上高高 高高是什麼呢? 我是西亞人就知道了 找Uncle Lim的時候 一定有些special guy 如果你沒有家裡抵押給他 如果你沒有車抵押給他 如果他不知道你爸爸是哪一位 你認為他會不會這麼容易借給你 可以借到多少錢給你? 好玩啊 你是曾經有這個能力的 你要記住 將他找回來 做好自己的事 做好自己的業務 然後你就會有能力 去解決你的債務 面對自己的過錯 自己的債務 自己的問題 就是迎接快樂的開始 快樂是可以自己給自己的 謝謝 看我這個影片 如果你是有道理 或者你有什麼東西想說 或者有東西在路上 轉轉轉轉轉轉 想分享出去 記得 加入我這個campaign Hashtag 21 days challenge The happiness is found within you 快樂可以治癒的 Thank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Please If you think this video is useful for certain people friends family your workers or your startup Just follow my YouTube channel my Facebook page whatever social media that I have posted in this video we love to make worldbattles Thanks